谢谢你的照顾 不客气 大S汪小飞结束十年婚姻 去年十一月宣布离婚震撼各界 没多久又爆出汪小飞跟小她十四岁的大陆女星张颖颖婚内出轨 两人被拍到醉倒在包厢内 汪小飞完全不省人事靠在张颖颖肩上 另一张照片两人更大胆在众人面前玩抱抱 对此汪小飞急忙出面灭活 微博发文期间因为情绪问题的确曾经酒后失态 照片也是朋友拍的跟大家道歉 加码揭露两人的离婚时间轴 去年二月收到大S的离婚要求 当时还以为极力挽回有果 没想到五六月又收到对方的离婚通知 期间汪小飞多次被通知回去办离婚 她说自己尽力安排妻子回大陆却遭到拒绝 人无可忍十月底再次回台谈离婚 不仅如此随后又突然暴走 说大S长期透过他人处方服用违禁药物 每个月都为此支付百万台币 好几次大S精神状况不好 都是他在旁抢救 这让大S妈妈好崩溃 说他们是正常家庭拿来的违禁品 大S从生儿子之后癫痫复发 长期吃抗癫痫药品也因为压力太大 有在吃抗压的松弛剂 这两种药都是医生开的并非违禁品 对此大S经纪人回应表示大S绝不做违法的事 从来不强迫身边的人做任何事 从第三胎流产之后身体就无法应付太大量的工作 两人结婚之后家庄的开销都是平分 一百万是大S收入减少后 汪小飞自愿负担 汪小飞破文一出 反遭大陆网友一面倒炮轰 随后干脆删文 火没灭成反而因火上升 TVBS新闻 什么绝品节目的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